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那个产后的照顾的部分 他们的资讯越完整 他们越不会对生育这些事情产生恐惧或是产生犹豫 那对于他们未来要奠定生育计划的时候 也会比较能够做出一个正确 而不会让自己未来有遗憾的一个决定 那我想这一天非常感谢吴署长 国民健康署在人工生殖补助这一块 我们的确在身为第一线照顾育理其妇女的意识 我们其实都有明显的感受到 这个补助一下来以后 的确会有很多的女性 很多的想要生育或是还在考虑 还在犹豫的女性 她会比较勇于踏出来接受治疗 所以对于但是问题是知道的人 或是能够了解的人他有多少 很多人可能还在犹豫说 我是不是符合可以接受补助的人 或者是我是要去哪里才能够找到这相关的资讯 那我想这就依靠我们需要举办 这样一场又一场的卫教的活动 来让这些资讯让更多的有这样需求 或是有这样想象空间的一些父母能够去理解 那也好来订定他们未来的生育计划 那年纪大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放两个天胎 那也是成功率很高 基本上可能会受孕的 金流人工受孕大概都会做成功 那不容易受孕的 我们也碰过这个妇女百折不老 做了十几次 也是补助以后又把它做成功了 那当然另外希望说 这个吴署长再跟我们更多的补助 因为年纪大的他们就觉得说 好像补助的次数还是不太够 因为它毕竟不容易 那我自己今天就有一个病人 刚刚提到我们的护理师 他就是可能他等一下会介绍他自己的经历 他运气很好 他一次就成功了 那我是副产科医修院理事长 我们更努力的回到我们的会员 不管是不应证 产科或妇科 从北到南 海中等等 都有最很好用很优秀的意思 所以大家放心 神想爱 有鉴于我国的生育率指直落 2022年新生儿再创历史新低 国健署预期明年龙年 可能会有夫妻 为了诞下龙宝宝做准备 因此建议夫妻若有生育规划 适临生育对母婴较健康 大家都说明年是老年 所以希望能够提早在今年的初年 能够做一些准备 能够让这些爸爸妈妈们 有一些好的消息 跟他来做一些微教跟分享 个人非常荣幸说要能够来参加 刚刚跟大家报告 我们从2021年7月份 开始做人工生殖的一个补助 那么跟大家报告 目前已经生产超过一万位小孩 所以已经破万了 能够争取这件事 其实在国健署当时推出来 我们的目的其实是希望 对于这些 因为某一些因素 没有办法自然的白云 那也是呢 医学的一个帮忙跟协助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减轻而且这些人大概都在劳动生产的阶段 所以能够减轻他们的家庭的负担 所以我们推出了能工生殖的一个补助 能够让这些家庭这些 需要照顾的人能够勇于来 接受这样的一个治疗 来满足他们 还生殖的一个愿望 那这个大概我们今年 这个上个月就破万了 所以跟大家都报道 那目前大概每个月将近有 将近有三千对的 这样的需要的帮忙的人 来请就叫我们 甚至于协会的人不帮忙 那这个过程中非常谢谢 怎么样让民众更方便的申请 更方便的过程 不要乃尾奔托 这个都是要协会的 这些执行的能够生殖机构的帮忙跟协助 所以在这里非常谢谢我们 92加当初加入的92加的 92加的能够生殖机构的一个帮忙 非常谢谢大家 那跟大家报道现在已经100加了 所以不知道92加能够帮忙 那越多就是对民众的 那个可信心就更方便 所以也能够让大家就近的服务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希望 白云了以后能够更做钱 能够让母婴更健康 所以我们将整个产检的次数 从原来的10次提高到14次 那中间那一段认诚可能出现很多的变化 包括根据我们博明院的调查 大概有将近10分之1 5分之1的这个妈妈都会有贫血的现象 所以我们在20到24周 那么我也推动希望能够做一个平静的塞检 那另外认诊肠药片的塞检 也加到这里面来 那超温波次数 从过去的一次提高到3次 所以在这里希望能够让 怀孕的妈妈跟胎儿能够更健康的 更完整的照顾 若夫妻发现需要展开不孕症治疗也别灰心 政府有提供补助减轻不孕症夫妻的经济负担 卫福部也将公费产检从10次提升到14次 共同为亲子健康把关 要孕妇放心生产 记者温云君台北报道 市管婴儿数逐年攀升 在母亲节前夕 台北长庚医院 特别邀请三位市管婴儿的妈妈 分享心路历程 同时与中华邮政携手合作 设立临时邮局 提供限定邮挫 共同传递好运气 鼓励每一位想成为妈妈的朋友 都能愿望成真 与先生一起抱着超kawaii的龙凤胎 回想当初怀四管婴儿的过程 电视台主播杨志杰说真的很辛苦 那很辛苦 就是大家该遇到的我都遇到了 就是包括卧床啊 确诊啊 然后前置胎盘 大除鞋 双胞胎 高龄 全部都遇到了 挺过怀孕期间的各项挑战 有指万事主的杨志杰 将迎接人生第一个母亲节 杨志杰特别感谢台北长庚 医疗团队的协助 让她有机会成为幸福妈妈 每天回家不管在内 看到两个很可爱的小小的吉祥物 都觉得很开心 那他们现在已经会爬了 就两个人都会黏在你的身上 然后你就觉得 不管你碰到什么事情 他们开心就好 就他们快乐就好 同样喜获双胞胎的张小姐 三年前曾流产 备孕一年多都没怀孕 求指兴起了她 在遭遇第一次试管婴儿失败时 由医师的一句话让她备受鼓舞 终于在第二次成功怀孕 并顺利生下宝宝 她就跟我说 当你就是背水一战的时候 你是一定会成功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鼓起勇气 又在接受了第二次的植入 那很幸运的就是 就是在第二次植入的时候 就是得到了我们的双胞胎的宝宝 另一位试管婴儿妈妈 黄小姐也说 当时确认成功受孕真的好开心 认为自己已经是幸运的 近两年每年有超过120名 试管婴儿宝宝来自台北长庚医院 在怀孕率与活产率 都优于全国平均值的台北长庚医院 特别分享相关成果与经验 希望协助妇女朋友顺利完成当妈妈的梦 试管婴儿的高排率再加上 产科团队医疗 一起让他们有机会圆一个当妈妈的梦 当然技术上面 那当然是有跟以前比较 我们的成功率 当然跟以前是好很多 这是一定的 因为医疗技术在进步 那当然也是安全起见 我们在植入的状况 大概就是希望一到两颗的胚胎为主 因为毕竟多胞胎的话 会非常辛苦 那有时候会甚至三个以上的话 会需要做到减胎这个动作 所以这些都是整个要依照 病患的身体状况去考虑的 台北长庚医院更在母亲节前夕 与中华邮政台北邮局 携手合作设立临时邮局 提供有长庚医疗logo联名的限定邮戳 希望将好运气传递给每一位 想成为妈妈的父女朋友 非常感谢东阳邮政今天跟我们台北妇产科一起齐心协议 把台北长庚在生殖医学所做的努力传达下去 也提供这个邮戳 让大家知道 生小孩就是有好运气 就是有很多祝福 我希望在这个母亲节的前夕 那我们用这个传递幸运这样子的观念 把他们三位坚强勇敢好运 可以传达给每一个想要受孕的妈妈 喜欢小孩的台北邮局局长吴信玲也分享 为了鼓励三名子女生小孩 自己还提出一个月补助孙子一万元 直到幼稚园毕业的奖励 你三个孩子生六个孙子的话 我一个要花六万块 那没有关系 我虽然收入微博 我肯定他们 不过台湾四款婴儿宝宝增加 也衍生出高龄高危险 与早产率提高的状况 台北长安医院方面 特别呼吁例行产检的重要性 尤其是高危险妊成 或妊成并发症的孕妇 更应该视情况增加产检次数 才能确保妈妈及胎儿的健康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2023台北文学月影展 将在5月26号登场 以意志作为策展理念 悬映日本名导大岛族 多部不同时期的代表作 记者会上文化局长 蔡师平与柯震东 两个人一同手握50刀 象征在影像创作的路上披荆斩棘 去年拿下台北电影节影地的柯震东 以演员身份在多部作品中展现精湛演技 并冲破框架指导电影 这回受邀担任2023台北文学月影展嘉宾 与文化局长蔡师平一同手握武士刀 象征日本大师大岛主将影像化为一把武士刀 在影像创作的路上披荆斩棘 戳破时代的迷思寻找自我的真谛 我当演员也超过十年 然后这两年开始加入导演的身份 然后我觉得能从事电影相关产业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去参与别人的人生或是生活 但透过文学或是电影创作 其实可以有机会去体验不同人的喜怒哀乐 然后不同人的人生 然后也可以体会到不同人的生活跟生活方式 所以我觉得非常幸运 然后这一次的焦点导演大岛主导演 其实他在年轻的时候 就是一个很勇于对抗电影公司高手的制片方针的一个导演 然后他甚至还开了自己的制片公司 然后想要表达当时年轻一代人的愤怒情绪 然后对于现实的不满以及失望这样 然后他也是因为他开了他的制片公司之后 才带起了日本独立制片的心情 然后改变了电影产业的发展 然后他代表达当时的作品 其实还非常的多元广泛 然后也一直在突破 所以我觉得未来 身为电影界的后备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效法的 虽然蛮困难 但是我觉得一定会朝这个精神往前走 对很凶狠很凶狠 蛮紧张因为我很少担任需要致辞的嘉宾 所以其实我来之前蛮紧张 很怕讲错话或是没有讲到什么 所以其实蛮 但我很开心可以参与啦 所以就是在紧张还是会很想很想来这样 你刚刚讲得蛮好的 谢谢 我准备好多个晚上 我们看到很成熟的一面震动 对不对 像这次焦点导演大导组的作品 其实都是非常的锋利 然后也很划实在 尤其是看了刚才那些预告 我发现走得非常前面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 我们谢谢新后辈去学习的 因为其实影像是个很难去复制 或者是像现在AI在抢 我觉得其实人类的情感 所创造出来的画面 其实是无法被取代的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蛮有 对我来说应该会蛮有冲击性 我自己也要先谢谢震东 柯震东来帮我们代言 因为各位刚才从他谈话中也可以发现 他真的是十几年来不只是一个优秀演员 他也把自己的视角拉到了一个很好的导演 特别是刚才你们还问到他 他自己也说的当男二 我觉得好莱坞有很多的巨星 是靠当男二拿到奥斯卡金像奖的 就表示说他换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他可以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看自己 我们很谢谢他帮我们代言 那最主要还是我们的策展人也很厉害 挑出来的片子呢 我刚刚在记得会跟各位说了 不管是大刀组的电影 还是法国的三位女作家的相关的影片 纪录片都值得大家来看 这是一个重新拓展我们对电影 对文学的不一样的视角的一次机会 心灵的一次饗宴 也是自我认识的一个再往前走 今年影展以意志作为策展理念 悬映日本明导大导主经典作品 同时也规划播映西蒙波娃 举哈斯等艺术教母之十代影像等 二十二部经典电影 并文坛大师米兰昆德拉首部纪录片揭开序幕 文学艺人影展其实到今年已经非常非常多年了 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呈现给观众的就是去探索到底 文学电影可以是什么 它可以不只是文学改编作品 它可以不只是一种诗意的改叹 那今年我们希望带领大家看到的就是 从之前的摄影机钢评论、电影作者论 到今年希望让大家看到 如果摄影机是一把武士刀 像是大好处的摄影机 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幻破现实 然后去直指未来 直指自己内部思想的一种武士刀 开启我们所有的视野 那像刚刚主任非常详细的介绍了 像是西蒙波娃、举哈斯他们的作品 在那个时代 不管是影像还是文学作品 其实都是一种思考、思想上面的力气 一种铲刀 跨破了我们所有当下 对于自己自身 或者是现实的一种障碍这样子 我这边最后想要再引一下 大好处的一个名言 大好处曾经说 如果活在深海的雨 如果不燃烧自己 到哪里都没有光 所以我觉得就像今年的电影 也像我们的开幕片 米兰昆德拉的作品 或者是特意的安妮艾诺作品 都是我们都是在用文字 在用影像 在用自己的思考的力量 绽放出光芳 所以也希望 也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来 5月26号到6月8号 来台北文学乐影展 看到我们所绽放的光 也让你们自己找到所有属于自己的光 2023台北文学乐影展 将于5月26号到6月8号 在光点台北电影院举办 票券于5月12号中午12点 在OpenTees两厅院文化生活售票系统起售 欢迎民众购票欣赏 感受文学电影的魅力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投资千万要小心 有一名遭到地检署通弃7年的无姓女子 潜藏在佛教禅寺 透过参与法会等宗教活动 博取多名被害人的信任 接着以投资水果圆 房地产与化妆品等事业名义 争取被害人投资 初期还给予高额的红利 等被害人投入大量金钱后 嫌犯随即捐款潜逃 警方寻线调查 终于顺利逮捕到这名女逃犯 初步估计她得手的金额达到上千万 台北地检在105年3月30发布你通气 你涉嫌诈欺 警方将遭地检署通弃7年的嫌犯上靠逮捕 这名无姓女嫌犯在逃亡期间 竟然还以投资事业及高额红利诈骗多人 随即捐款潜逃 初步估计得手金额达千万元 日前接获被害人报案 只身遭无姓犯贤以投资果园化妆品 可获取丰厚报酬为由吸引投资 起先均给予高额红利 是被害人继续投入大量金钱后 随即捐款潜逃 经查该名无姓犯贤平常投入佛教禅士各项法会活动 博取友人信任后再试机行骗 进一步追查发现无姓已遭通气7年 居无定所 期间多靠相同手法行骗 警方切而不舍过滤多项线索 冲将无女弃捕归案 警方除了将犯贤依诈7级通气案件移送法办 也提醒民众保证获利的高额报酬一定有诈 投资前一定要小心求证 警方也会持续打击诈骗 保护民众的财产安全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第24届台北儿童艺术节 7月1号到8月13号展开 以It's up to kids 为主题 让孩子做主人 许愿儿童艺术节精彩的内容 台北市长蒋万安 文化局副局长陈玉昕 也承诺会实现 小朋友的愿望 第一个是大家都平平安安 很棒大家都平平安安 好 那另外儿一节的两个愿望 是免费活动和玩一整天 对不对 我希望我可以看好多的好看的节目 小朋友天真的许愿 希望台北儿童艺术节 包含他们想要的元素 三宝霸台北市长蒋万安 承诺没问题 今年的二一节 将在7月1号到8月13号展开 让孩子做主人 选择观看内容 迎接艺术暑假 我们其实超好看的表演 超好看的演出 我们刚刚有谈到 有大概200场 不管是有17档的售票表演 或者是也有免费的演出 都非常精彩 那你还要什么 晚变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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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哇女生真的很有主见 我们其实这一次也跳脱走出北翼 我们也到台北市各个行政区 总共10个行政区 10个行政区 都会有演出 就是让我们表演艺术 都可以融在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那个12楼啊 那个地方没有人上去过 你想不想去看看 那里会变成一个植物园啊 你喜不喜欢植物园 她说她要跟她妈妈一起 亲子亲子 绝对可以亲子一起去 那这样子可不可以去12楼 去植物也好 好 我们一定会做好活动的安全措施 让你还有你的爸爸妈妈可以平平安的参加活动 快快乐乐的回家 那另外免费活动的部分 除了刚刚市长有提到就是要抢票之外 我们其实还有超过100场的免费活动 那其中在7月的前两周 有一连 总共有4天的艺术乐园 那你记得就是到时候要请爸爸妈妈 带你一起来这边体验好不好 好 这个始终充满着童心的艺术展演活动 是文化政策也有育儿政策 有音乐 戏剧 舞蹈 马戏 偶戏 音乐剧等 共200多场表演 创造亲自与艺术相遇的美好体验 其实这一次我们从7月1号到8月13号 我了解是大概有200场的展出 没错 而且刚刚在楼下我也抽了一张卡 总共有17档的售票演出 我看看我抽到的是什么 哎哟 对我那时候 坦白讲我还不清楚每一个表演的 但我觉得每一出都非常精彩 当我是看到 玛雅外星人 我觉得 我孩子可能会蛮有兴趣的 看到外星人大概就很吸睛 那 当然也谢谢每一位参与的伙伴 每一个用心付出 每一场演出的各位朋友 那其实 我想 在这一次我们规划的活动里面有几个亮点 第一个 我们当然有蛋白多场 然后每一个 这个展演的团体非常用心 而且 而且 有一个小地方 就是我们表演手册 在这一次有注音 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让孩子 他能够自己决定 我要看哪一个表演 因为有时候我们 有带孩子 都爸爸妈妈在看 然后说 规划好时间 来我们等一下去这一场 然后再去看那一场 但我们希望让孩子自己能够 看表演手册 来决定 选择 我想要看哪一出表演 这一次的主题 It's up to kids 其实也就是希望让孩子 培养他的自主性 自我决定 以及他可以自己来选择 我想要看的演出 而且 在这一次的表演当中 我知道 我们也摆脱过去 我们是以国小的学生 为主体 来规划很多的表演 这一次我们是希望 针对不同年龄层 打造 适合的表演 所以今天得知我们有 这么多 杰出优秀的表演团体 我想今天回去 我就请太太上网 赶快去讲 希望今年的夏天 可以带着孩子 来到卑艺 好好的享受 我们儿童艺术节 我们同学们想到这个主题 It's up to kids 的时候 也发现如何真的 像刚刚市长提到 让孩子们自己去选择 他要做什么 所以他们就设计了 在节目单里面 放进去了 那个注音符号 这个事情非常有趣 连我知道 都觉得你们还真有行销手法 但同时也是 我发现孩子们现在真的很聪明 他真的会在这样的状态当中 去选择他自己的节目之外 同时呢 事实上 他也帮助了我们 来设计我们的logo 其实这件事情 都是孩子们 就是让这些孩子们 开始 在这个年纪 不是只是观众 他已经成为了 那个什么 参与者 我想这个是 这一届的这个 儿童儿艺节里面 我们一个很 也想跟大家 跟家长们 分享的这个部分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 亮点 就是我们想 在这一次的时候 给孩子们 开放一个新空间 这个新空间呢 就是本一中间的顶楼 截至目前为止呢 大家还不能够上去 但是我们首先 在七月份 让小孩子先上去 连大人还不行 因为艺术节 是在那个之后发生的 在八月 所以是儿艺节 先上到顶楼 然后做什么呢 因为我们会在这个之前 把顶楼整个做成一个植物园 让孩子们 踏到十二楼的时候呢 去辨识植物 怎么去 老师们会带着他们 导览之外 还会教他们 如何去跟这些 认识植物的同事 而且我们会有从 什么春夏秋冬 不同的植物的系列 在顶楼上 就是发生 我们也秘密 我们邀请了一个 很会做设计的 就是植物的这个 艺术家们 也在上面 就是开始做了这个设计 那孩子们就会在现场 包含他们的绘画也好 包含认识植物也好 那这是一个亲自的 参与式的 一个儿节的一个部分 用影像灯光及现场音乐 推开梦境与真实的门 沙丁庞克剧团 改变经典童话 从儿童角度 看人类对幸福的追寻 这是儿一节其中一个表演 清鸟寻找真实的幸福 还有更多丰富精彩的内容 等您来探索 记者文君台北报道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 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 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 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 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明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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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 为了争取全民普发6000元的双击 台北市政府在4月17号 推出消费欢乐抽活动 到5月底前 只要在台北市消费满200元 就可以登录发票参加抽奖 短短两个礼拜登录注册 就达到7万人金额超过6亿元 台北市政府在直播中抽出最大奖 百万电动车及100万元的现金得主 一起来看看幸运儿 请局长帮我们开车门 恭喜 TT00168259 0什么词 获得了Toyota BZ4X百万电动车 我这边是台北市政府 我是产业发展局局长陈俊安 恭喜你刚刚在我们的第一次的抽奖当中 抽到了我们Toyota BZ4X的电动车 所以特别以这个电话来到处您说 恭喜你中奖了 谢谢 哦 我们真的不是诈骗哦 台北市产业犯局长陈俊安亲自打电话 向这一名住在北投消费6000元 就抽中百万电动车的幸运得主 报告好消息 从4月17号开始的 Let's go台北消费欢乐抽活动 5月3号进行首波重头戏4月抽 在公开直播中抽出一台百万电动车 及100万现金大红包 还有黄金一两三名等300多个奖项 局长陈俊安表示 活动开始才短短两周时间 普通官网登陆注册人数达7万人 登陆金额更已经超过6亿元 有效达到以后刺激消费振兴经济的目标 希望接下来能吸引更多民众 来台北消费购物长美食 两个多礼拜的时间 那我们已经有7万多笔的注册 那当然金额大概在6亿到7亿左右 还有持续在进步的空间 那我们相信即将到来的母亲姐档期 那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消费时间 那也会让我们整体的金额继续的累积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以后 能够振兴经济以外 那也能够去多多的消费 那不管是食衣住行 都可以在台北买到你想要的东西 吃到你想要的美食 所以欢迎大家能够多多的来台北消费 多多来台北购物 多多来台北尝美食 台北市采访法案局副局长吴欣佩也分享 增加中奖几率的三个秘诀 包括申请载具登陆使用云端发票 到友好店家消费箱两倍抽奖机会 还有学生及台北市民勾选身份别 也可以想超优惠的专属加码抽 只要你有这个发票的这个载具 有去做这个发票载具的这个登陆的话 你四月五月份的这个发票 就会自动的载入来登陆 参与我们的这个欢乐抽的活动 第二个秘诀就是 你只要去我们的友好特点去做消费的话 你可以得到两倍的抽奖机会 也就是说你的200块的发票 就是你可以有两次的抽奖机会 那第三个秘诀 只要你是台北市民 你有学生身份 你在这个登陆发票的时候 你在做相关的这个勾选注记 你一样会有这个专属的加码的抽奖活动 换进母亲节产发局方面 也加码推出母亲节感恩抽活动 即日起到5月14号 母亲节当天的消费登陆 将加码送出总价55万元的各式家电商品 慰绕辛勤的妈妈 台北市政府为了体贴我们的妈妈 所以在母亲节的时候 有推出一个加码抽 那准备的都是 妈妈在日常生活 可以用到很多在实用的家电 让减轻妈妈在做家事的负担 这次没中大奖也不用气馁 禅发局方面表示 Let's go台北消费欢乐抽活动 除了持续周周有好礼 6月6号还将抽出压轴投奖 现金500万元及百万油电车各一名 欢迎国人把握时间到台北市享受消费乐趣 越早买越早登陆买越多 中奖机率也会更高 说不定下一个幸运儿就是您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广邀黎原子弟们回母校 遵循古礼祭祀 现意祝导 希望借由这专属的节庆 凝聚团结戏曲人 在热闹轩腾的锣鼓声中 恭迎黎原守护神唐明皇祖师爷移驾安座 紧接着进行祝寿大典 戏曲学院各系代表遵循古礼上香 进行跪拜礼为祖师爷祝寿 并祈求祖师爷庇佑 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是全台唯一培育戏曲表演人才的学府 今年学校发起举办首届黎原文化节 邀请黎原子弟回到母校齐聚一堂 我们说黎原文化节 其实有三个主要的人物 一个是梁岳英梁老师 然后一个是我们王动元王团长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唐老师 唐老师因为我们本来我们想3月18号 那个祖师爷的生日 那我们本来想说只是庆祝一下 后来唐老师灵机一动 认为说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戏曲界的 这些好朋友们师兄师弟师姐师妹 大家团结在一起 然后呢我们用当时祖师爷 在宫廷里面的乐舞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来庆祝 那于是呢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节目 我们安排有摆戏 比如说杂技的部分 我们有京剧 我们有客家戏 我们有歌子戏 这些的戏我们把它串在一起 那我们就请我们学校的李文勋李老师 然后来扮演那个戏神 那他把这个整个节目把它串在一起 那我们希望说这一次的活动只是一个开始 然后我们希望说未来由众剧团们 或者是国光剧团啊 或者是唐老师剧团啊 这些我们轮流来主办 大家共襄盛举 然后是把它当作一个我们黎原圈的一个大事 然后大家藉由这样庆祝 这样的黎原文化的活动 然后把我们的戏曲在台湾更加的发扬光大 我们这次是比较特别 因为黎原嘛 所以呢我就这次包括了就是金 金歌课还有杂耍嘛 黎原百姓的杂耍 所以这个当中呢 游客家戏老师也是青年剧团的一个导演 李文勋呢 来串场有没有 来那个当个说书人 就是扮演一个雷海青 田都元帅雷海青 来串每一个剧种的演出 祝寿大典中 祖师爷换掉身上的蟒袍与王帽 穿上黄沛九龙冠 亦为请祖师爷以轻松的居家服 接受黎原子弟敬拜 而活动发起人之一的唐美云老师表示 身为黎原行的一份子 能够借由活动为祖师爷祝寿 觉得非常有意义 其实呢 黎原子弟呢 我们供奉祖师爷 其实对于祖师爷的诞辰 对大家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那这个是很特别的 像这是首度的 由戏曲学院 他们发起举办的 以黎原传统戏曲为主的一个文化节 今天是第一届 那在今天的第一届 举办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看到很特别的 它会有京剧歌仔戏 综艺团 客家戏 甚至于学校的青年团 还有唐美云歌仔戏团的青年团 我们来做一个演出 就是拜售 所以呢 大家综合各种不同的传统戏曲的表演 我想也可以让一般民众 让他们可以借着这次的推广演出 让他们可以认识看到传统戏曲的一个多元的美 多元艺术的美 所以呢 我就很鼓励他们 而且我也觉得应该要大力支持 这是一个机会 可以首度开放 让全民来参与 让他们走进艺文圈 而不再只是买票进剧场 而是在我们这么特别的 祖师爷的诞辰的 祝寿的这个过程当中 让观众朋友 他们走进这个地方 让他们共同参与 为祖师爷祝寿仪式 在戏曲学院 金剧团 综艺团 青年团 与唐美云歌载戏团 闪耀青年团 四团献议中圆满成功 台湾戏曲学院 希望透过每年举办离园文化节 即祖师爷诞辰 提供离园子弟齐聚交流平台 进而共创戏曲风华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这个网络平台的 投资广告诈骗案件猖獗 对此内政部长林又昌 在立法院受访的时候表示 他已经拜会了Meta 及Google等知名社群平台延商 并与Google团队达成三项共识 希望从源头组绝 另外对于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宣称如果当选总统 将在救世天内 让诈骗集团消失 林又昌也作出回应 近年通过网络平台的诈骗广告 与假名人投资广告 层出不穷 对此内政部长林又昌表示 已经与Google团队达成三项共识 将加速冒名投资广告下架 并由刑事局提供诈骗样态资讯 作为高风险广告拦阻下架参考 同时双方建立打诈联系平台 并举办打诈工作坊 第一个就是针对目前警报案的 这些名人的一个 投资广告的一个诈骗的一个清单 我们会提供给Google 他们会针对这些清单 来进行这个管制 也就是进行源头的一个 如果还有其他的一个 投资广告的话 可以针对这个名单 在源头就把它做 那第二个 我们会跟Google建立一个 来分享最新的投资诈骗的一个样态 让他们也能够去思考跟精进 怎么样在他们的一个系统里面 来协助政府这个主角诈骗的一个行为 第三是我们会建立一个通道 来快速的传递相关的一个资讯 那另外也会成立一个工作坊 针对这些诈骗的这些行为 来政府跟民间一起来做一些讨论 那怎么样及时的提出第一的一个方案 对于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日前提到 如果他当选总统 要在90天内让诈骗集团都消失 对此林又昌也做出回应 大片的一个集团 很多都是在海外 不一定是在境内 所以它已经变成是一种跨境的 然后金融的犯罪 科技的犯罪 那以及最近也加上暴力的犯罪 所以是一种复合性 性样态的一个犯罪的一种心态 我想大家都非常希望说 这些犯罪的一个行为能够被得知到 不过我们也必须务实一旦 刘昌表示打击诈骗是全民共识 必须锁定通路精准打击 因此从源头端的Meta YouTube Google等社群平台 通路端的Line与电商物流等 需要能点线面连结 全面阻绝诈骗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行政院长陈建仁到警政署保一总队 视察165反诈骗专线的运作情形 和防诈成效 为了要精准打击诈骗 陈建仁表示将推三检策略及修订 打诈无法 另外行政院已经积极盘点 打击诈骗行动 纲领1.500 下半年将全面实施 在内政部长林友昌陪同下 行政院长陈建仁特别到警政署保一总队 视察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并听取工作简报及自证未免金 陈建仁表示打诈工作一项是政府 治安重要的一环 去年下半年起就展开打诈行动 纲领1.0计划 从四大面向做好打诈工作 获得很好的成果 这期间165专线也扮演重要角色 在这个计划当中呢 我们努力的从四个面向 来做好这个打诈的工作 那第一个呢就是施诈 然后堵诈 阻诈 然后最后呢是逞诈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努力呢 实际上我们在防止诈骗的工作上 有相当好的成效 那我们165专线 实际上是在这个打诈的工作上 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从它在2004年成立以来 165专线就协助民众 来预防这个诈骗的工作 表现相当的不错 那在最近呢 他们也来帮忙民众呢 做各式各样的 防止诈骗的工作 当当去年这一年 我们就已经阻止了 42亿的这个金钱被诈骗 那比起去年的这个26亿呢 16亿来说呢 我们有很长足的这个进步 增加了一倍以上 表示说我们165专线呢 实际上在防诈的工作上 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内政部长林耀昌基部表示 目前共有61人的165反诈骗资讯专线 24小时全年无休 去年已接听将近39万通 成功拦阻诈骗金额 约3亿2千万元 有效减少民众财产损失 所谓的诈骗圈纯是什么意思 就是民众当他发现说他被诈骗 钱也汇出去 他刚紧急打这个165的一个 专线给我们的同仁 我们同仁立即通知这个银行 然后银行把这个 他汇出去的钱把它做了圈纯 避免他再进一步汇出去 所以光是这一部分的一个金额 就有大概3亿2千万 那3465件的这个案件 平均一件大概是9万元左右 所以这个跟约翰特别做补充 另外是我们跟银行端的一个 行员的一个合作 男主的账骗金额是有42亿多 那大概是7977件 平均一件的一个案例大概是53万元 所以也成功的去做了一些 这样子一个拦阻 为了精准打击诈骗 陈建言表示将推行三检策略 包含减少接触 减少误性及减少损害 行政院也积极推动修订打炸无法 加重刑责 以通盘阻止及预防诈骗行为 我们修了打炸的无法 包括了刑法 人口贩卖的防治法 个人资料保护法 洗钱防治法 以及证券与不动产 投资信托及证券投资顾问法 我们这些法律都已经收到立法院来审议 希望能够来遏止国人 被迫从事这个诈骗的行为 来增定收集及提供人口账户的罪行 以及投资广告的实名制 还有下架的机制 并且来加强各自治安的保护 来完善这些法制以后 我们就能够来通盘的阻止或者预防诈骗的行为 由于诈骗集团利用网络 社群的引力性及便利性进行跨国犯罪 因此打击诈骗需要政府各部门通力合作 行政院方面已经重新盘点修正 推出打炸行动纲领1.5版本 预计下半年全面实施 希望透过跨部位合作及公司协力的方式 共同打击诈骗保障国人财产安全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基隆这个礼拜发生了女子 在路上遇到搭讪被骚扰的案情又有新进展 同一时间附近有鸡牌店也有女子被骚扰 经过警方追查 已经将涉案男子带回调查理清 征讯后依强制伤害罪移送法办 鸡牌店前黑男子不断盯着一旁女子看 突然伸手抱住女子 女子被吓得惊慌失措 赶紧向店家求救 那个男生一来 他是跟那个女生说 你怎么在这 所以我以为是认识 稍微离开了 那个妹妹走到这边 我说他真的是你哥哥吗 他说不是 他不认识 同一天晚间 另一名26岁女子走出家门 买生日蛋糕 却在路上遇到男子搭讪 女子当场拒绝 却遭到男子攻击 他的左眼的眼窝 眼窝 那个骨已经断裂了 而且整个眼球向往下滑 警方调阅监制器 怀疑两起案件都是同一人 案经警方调查 终于将涉案男子带回调查厘清 有关前日晚间 有女子外出购物 遭陌生男子搭讪 被害人返去反遭伤害案 本分局随即组成专业小组 积极侦办 经警方破大调阅周边监视器 及现地多方查访 迅速锁定涉案的男子 带反厘清 取案征讯后 依强制伤害得罪移送厘办 本分局在此呼吁 针对任何偶发性的犯罪 除因注意自身的安全 定可开启随身手机 錄影因搜证 并立即致银进的店家 或住家求援 并请在场的协助报案 这件事情已经造成了 激动市民的恐慌 希望警方可以 尽速的处理 另外 昨天提到的监视器故障的问题 也已经严重造成了 治安的死角 希望市政府 可以尽速加速的 提升我们的监视器妥善率 整起案件会曝光 是因为议员无话家揭露案件 想要揪出嫌犯 调阅附近的监视器 却发现都坏光光 而且当天晚上 不止一人受害 接连两起事件 虽然嫌犯现在抓到了 但也让民众人心惶惶 记者 黄少铭 基隆报导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 社会案件 话说 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 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 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也没确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 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再带你来看 台南最近发生了 三岁女童过马路 不幸被车撞死的意外 有市议员就建议市长 谢国良 应该在十字入口化设 专用实项 避免左右转车辆和行人 都可以通行时 可能发生碰撞的危险 基隆市长 基隆市长 谢国良上任后 积极推动在学校 以及重要路口等热区 化设绿色斑马线 友善行人通行的政策 受到基隆市议员的肯定 市议员也不断建议 在某些车流量大的入口 应该继续化设绿斑马 我想警察局都有记录 哪个路段常发生车祸 这个部分也应该列入 我首先希望增加一个地点 就是新丰街 新丰街 车潮人潮非常之多 我个人就处理了十几件的交通意外 我希望新丰街能够优先纳路 那本席市建议说微笑台北口 因为也是时常发生车祸 那所以呢 应该要增设这个绿色的斑马线 因为德河国小跟德安路口 其实很近 如果可以的话 看可不可以一并化制 保护我们学童跟性能的安全 不过台南最近又发生 三岁女童过马路不幸被车撞死的意外 因此有市议员就建议市长谢国良 和市政府交通处 应该在十字路口 划设专用石像 或是行川线 也就是斑马线的退缩 避免左右转的车辆和行人 都可以通行时 可能发生的碰撞危险 当行人浪完之后 已经红灯了 不然一直打车 所以后来我们有变成有一些地方 红灯右转就取消掉了 为了这样塞车的问题 所以我建议 新北双北 他们有很多的地方 是用对角线的方式 行人走的时候 专心让行人走 车辆全部停下来 不然你这样塞也是倒塞嘛 倒不如 因为有时候 右转的时候不小心 突然冒一个行人出来 甚至有些行人 现在在马路上乱晃 甚至还有碰撞的事件发生过 我亲自看到的 如果市长想要把它提升 最没有障碍的一个城市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进一步来思考 包含了所谓的行川线的退缩 庇护岛的一个设计 来增加我们行人在道路上面的安全 市长谢国良在综合大讯师表示 市政府已经积极向中央争取相关预算 持续设置画设绿斑马 以及相关友善行人的设施 提升行人过马路的安全 我们现在这个已经有 包括七个八个学校 七个学校 包括安乐高中 五轮国中 中和国小 成功国中 东信国小 深美国小 跟正名国小 我们讲的 有已经有一些 周边的一些 校园的交通环境的改善 那是属于我们的 通学的步道 通学的步道 另外在本市58校里面 我们也争取了交通号制 标线 行人穿越到 就是俗称的绿斑马等等 也有争取了58校 所以我们其实都很关心 而且都有积极在争取 而根据媒体报导 交通部目前最新政策 如果短期内 没有办法改善行穿线的划设 则要推动行人专用10项 或是早开10项 也就是改变交通号制 当行人绿灯时 所有车子的灯号 都是红灯 全面里让行人通行 不用再顾及左右来车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资委 上任后宣誓带领市议会 打造成为全民开放阳光的新议会 目前也将议长办公室换装 打造充满朝气活力 又兼具企业CEO简约风格的议长办公室 墙壁上高挂美国NBA职业篮球 超级巨星的球衣 一看就知道办公室主人是一位标准超级篮球控 而办公室的主人正是基隆市议会议长同资委 其实我从小到大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篮球迷跟棒球迷 那我刚好有这个机会把这个办公室做一个简单 很简单的一个布置 我就把我最爱的几位球星 从小到大非常支持的球星的衣服 拿来一会来做一个摆设 然后这其实进来以后大家就会呈现一个 我就是一个年轻活力的风格 那其实也是自己喜欢的感觉 那欢迎大家有空随时来讨论我们的基隆的未来的正事 那我们也会在这边做所有的政策推演 除了篮球巨星的球衣 另外一面墙壁则是悬挂棒球巨星 大股翔平的照片和台湾职棒兄弟相对的海报 因为棒球也是童子伟的最爱 就连经典赛时的棒球玩偶也摆在书架上 可见有多爱棒球 上任议长时童子伟就宣誓将带领基隆市议会 打造成为全民开放和阳光的新议会 因此就连议长办公室的装潢也不同于以往传统 而是用简约阳光透明又兼具企业CEO的风格为基调 打造史上最朝气的议长室 更重要的是有清安宫妈祖邪的坐镇庇佑 让童子伟更有信心做好一位称职的好议长 我们妈祖娘娘一段时间就会沐浴更衣 那有机会的话就是换衣服或换鞋子 就会有一个拔背的动作 那我们拔背跟好鞋子 妈祖娘娘拔背指定给我 所以我非常的感动 那就一直随着我的这个从政生涯 从我的议员服务处 然后到议会来 那我就把这个妈祖娘的鞋子 特別做一个位置来做摆设 不过要做好一位好议长带领议会开创新局 最重要的还是得靠自己一步一脚印的努力耕耘 议长座位后方就摆放着和现任副总统赖金德的合照以及书籍 借此替立自己以赖父为榜样 敬意求金 因为赖父从小到大就是我这个一个偶像 那在政治工作上也是我一个非常尊敬 然后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对象 所以他的书用行动带来希望 我把它放在我的柜子 随时提醒我 也变成我的座右铭 那我们所以我们就一步一脚印的完成 我们基隆想要推动的大小事 那也特别把一个照片放在这边做纪念 事在人为不忘初衷 童子伟拿着摆放在办公桌上 写有大致落语 以及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的 两张座右铭书签表示 随时替立自己 环境可以改变 但是从事政治服务市民的初衷 绝对不会改变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加集团关心您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似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加集团关心您